下来关注的是日本石川强震造成金泽市三大景点无限期关闭 当然周边的商家也大受影响 我们接着挺进日本石川详情交给展玉 这里是金泽21世纪美术馆 而这里也是金泽市代表性的三大观光景点之一 可以说是跟金泽城还有歼六元并称 而事实上有不少网红他们都是推荐 可以用徒步的方式来走遍这三个景点 而大概要花上三个小时的时间 只是包括金泽城跟歼六元 还有这边金泽21世纪美术馆 其实都一样都受到这次能登半岛地震的影响 而事实上在美术馆的门口 我们可以看到他们已经张贴出告示 上面写的是临时修管 而这就是受到地震的影响 而他们表示是里面的一些设备设施 其实有可能受到地震的影响 所以他们希望能够进行检测 所以暂时的来修管 而事实上这样的修管跟修园的方式 也让金泽这边 其实他们的店家的生意是大受影响的 因为我们刚刚其实有到歼六元那边 那边也是一个无限期风源的状态 而在歼六元外面的商店街 他们的老板就告诉我们 其实过去按照惯例 其实歼六元在每年的新年假期 也就是1月1号到1月3号之间 其实都会无料开放 会免费的对观光客来开放 所以其实不只是外籍的观光客 甚至是金泽本地人 他们都会在新年假期的期间 到歼六元去观光 但是今年受到地震的影响 歼六元目前是无限期风源的状态 所以也让外面上店街的店家 生意是大受影响 而他们现在也表示 希望整个地震的余震可以赶快过去 而歼六元也要赶快的恢复开源 这样他们的生意才有办法回来 可以看得出来这起地震 虽然在金泽市这边 没有带来太多真正的灾情 但是其实对这边的影响 还是持续的在进行中 好的 现在展宇再来看的是 瑞士规模7.6的强震 现在在日本石川县这边 也带来了地理上的改变 一轮像是金泽这边 还有刚刚提到的轮岛 说轮岛是位移了1.2公尺 甚至也隆起了4公尺之多 好 确实轮岛这边的灾情 是最惨重的 不过我们先来看到 这是发生在1月1号的下午 所以现在是1月4号的下午 这时间正好是72小时 就是所谓的黄金救援72小时 但是还是有很多人下落不明 我们等一下来跟大家讲 好 那这一次日本的地震 是规模7.6的强震 真的让南登半岛这边的状况 非常的不好 我们简单化一下 南登半岛的这个图 但是我们要讲的就是 刚刚所说 这个蛮严重的轮岛市 好 轮岛市大概在这个位置 它是有西域1.2米 而且地表隆起4米的状态 所以整个地表的起伏 都是有一些状况的 还有就是株洲市 大概在南登半岛 比较北边一点 它的地表隆起大概是1米左右 吸引了是80公分 还有一个血水丁 它则是在大概这个位置左右 它是吸引了90公分 现在石川县政府也说 这个地震造成的死亡人数 增加到了78人 但刚刚我有说 蛮多人是下落不明的 现在大概还有51人 是找不到不知道人在哪里 所以还在寻找当中 那株洲跟轮岛就是刚才说的 这两个地方受灾是最严重的 蔡燕 的确是需要跟时间赛跑的 而正后也不断传出悲伤的故事 比方两名女子 她们是趁着新年的时候返家过年 结果不幸遭到火霉 确实这一场地震意外 真的是震出了蛮多家庭悲剧的 我们来看到这一起 是一位70岁的轮岛的阿公 他其实在新年的时候 很开心 因为两个女儿都回家了 一个是43岁 一个是40岁 但是当天下午 他在二楼看电视 发生有地震 他就赶快跑到一楼 看到两个女儿在暖桌旁边 是震到站不稳 但随后这个房屋就倒塌了 好 他逃出来了 但是女儿遭到火霉 但是他有听到女儿 正在悲痛的声音 所以很想救他 但是这时候旁边的邻居说 海啸警报已经发了 要赶快跑 所以他只好赶快跑到高地 隔天回去看到女儿 但是已经在瓦砾堆中 他的遗体 所以他真的是 悲动的颤抖 说他真的很想救 但是无能为力 真的没有办法 所以看得出来 现在这种状况 可能还会有不少 因为我们刚才讲有51人 现在还是下落不明的 所以真的是跟时间赛跑 希望能够传出更多的好消息 而这一次受损最严重的是 在石川这边的轮岛市 他们说其实现场有点像是 末日过后的场景 甚至有灾民 虽然说命是救回来了 可是为了要寻求救援 就徒步走了整整五个小时 英国sky记者挺进日本石川地震重灾区 走在轮岛市的街上 有如身处末日废墟 到处都是全毁或是半毁的房舍 居民徒手实践残破的瓦砾碎片 还带着记者进入受损严重的家园 家具青岛四散 家的回忆支离破碎 平平现在当地多处道路摊方尚未排除 记者最多姐只能到轮岛市外十公里处 遇见一位灾民的白鞋上圈 沾满了泥泥 原来她徒步逃难五个小时 透过卫星空拍前后对照可以看到 知名观光景点 轮岛早逝几乎被震后的大火烧个精光 至少两百栋商家民宅复制一具 当地政府在小学设置临时收容所 安置超过两百名灾民 只是小学自己的建筑物也有受损 加上邻近道路柔常寸断 救难物资 食物跟饮水只能勉强维持供给 地震过后石川地区还下起雨 不只担心土石流 而且夜间的气温都在摄氏十度以下 灾民只能在寒风中咬牙苦撑 不知何时才能重建家园 黄金正月的72个小时 在刚刚三点钟就已经满了 大家很关心的是亲友 现在救得回来吗 据了解这一次地震最严重的灾区 不只是缺粮缺水 而且气候也非常的恶劣 救难人员穿梭在废墟间 寻找生还者 一旁交集等待的男子泪眼迷蒙 因为爱妻还被埋在底下 但最后救难队只发现遗体 只能遗憾安慰这名丈夫 日本石川县能登地区 大地震后第三天 黄金救援72小时将在周四到期 本日も各自治党部隊において 自衛隊の人員を 1000名規模から2000名規模に增強するほか 自衛隊警察において 救助権を2倍以上に增強するなど 日本首相岸田文雄宣布 加大搜救规模 不只是汗時間 也是汗頻繁发生的余震 在赛炮 根据統計 分別发生在株洲市和沦岛市 強烈雨震頻繁能登地区的水泥路面 柔長寸斷 向車里的居民寸步難行 怕余震一来 車停在靠近海邊 会有海嘯来襲風险 不然就是陷入凹陷水泥地 動彈不得 还有国外媒体記者 摩黑深入災区 看到通往富山市的路段 已经禁止通行 墙震后许多土石开始松动 导致山体崩塌堵住道路 让救难队无法再往前进 无漏偏逢连夜雨 石川线面临强风豪雨和大浪警报 能登地区还有土石流警戒 另外卫星图显示 地震造成轮岛市地表突起4公尺 遭海啸侵袭的株洲市与能登艇 还有100公顷 约20亿座东京巨蛋的面积淹水 日本每日新闻报道 石川线目前有34000人正在避难 当地有31000户停电 而加上富山线与新细线的受灾户 共有约11万户停水 日本政府试图将资源尽快分给灾民 但频繁发生的余震 不时唤起灾民心中的阴影 感觉大楼随时都在晃 还有灾民试着回去整理屋框 看见家里墙壁 天花板和拉门都倒成一片 家具和电器也动到西歪 非常沮丧地说 不知道还有没有心力重建 CNN报道指出 日本人对地震不陌生 一直都有做好防灾准备 建筑物也有防震措施 这次地震大多倒的是老旧建筑 当务之急是再度唤起民众 对抗天灾的决心 早日重建家园 TVBS新闻综合报道 刚刚看到的是地震灾区 其实从原蛋以来 日本好像状况频传 除了地震还有飞机擦撞的意外 甚至昨天传出在地铁 有随机砍人案件 我们要请教伊伦 这对打算去日本旅游的人 是不是有很大的影响 好 确实如同彩燕说的 从新年开年以来 其实日本真的是多灾多难 但是希望从今天开始 他们就脾气太来了 好 其实刚刚采燕 已经帮我们大家整理一下 从1月1号下午开始 发生了石川的地震之后 后来又有引发了一些海啸 最重要是在1月2号的时候 东京羽田机场也发生了 火球的擦撞事件 就是有大火的情形 是海宝机跟日航 还好日航将近400人 是平安脱困 不过海宝机上面6个人 有5个人是罹难了 后来1月3号也发生了 JR的随机攻击事件 所以日本这样的消息 传回到了台湾人眼里 看起来有点害怕 因为有网友就发问说 有没有人因为地震 所以过年也不去日本了呢 大家知道地震在下 过年在下个月的8号 就是小年夜了 所以很多人早就计划 要去日本玩 有些人是计划两个多月 像是这个网友就说 他们在地震之后 家中长辈是坚决反对 因为他们原本就是要去 像是金泽小松石川一带 那说改成关西地区 像是金板神好了 但是长辈也说都不要 因为日本都在地震带 那当然网友就说 这好像是我家的状况一样 但有人认为说 又不是每天震 这是几率的问题 也有人讲说长辈不去 那就干脆改成自己去好了 好的 先用了 我们就来看这一起 非安意外 当时日航客机在降落的时候 就在跑道上面和海宝机擦撞 结果引发大火还好 这个科技上的乘客 是全部被撤离了 但是海宝机造成五人死亡 那么现在关键四分钟 通联记录也曝光了 证实海宝机是没有获准 他们可以起飞的 却入侵跑道 才会发生意外 机身已经烧得只剩一团 焦黑残骸击腹全毁 前面一段机头也不见了 这就是1月2号傍晚 在日本羽田机场跑道上 烧成一团火球的日航516 A350客机 外面只看见一团红火光 在跑道上降落滑行 机舱内晃动颠簸 烟雾弥漫 陆续有婴儿哭声 尖叫声 小孩恐慌破表 1月2号下午 日本时间5点47分 日航516客机降落着陆时 撞到同样也在跑道上的 海上保安厅客机 马上燃起熊熊大火 当下逃生要紧 日航空姐大吼 同时也要乘客 在飞机停妥后 不要拿行李 其中一人不断挥手 要乘客先坐下 就是这些关键应变 保住机上379人的命 叫声とかCAさんの方も 結構大きい声で 誘導をなさっていて 叫び声みたいなのは ありましたが 比較的落ち着いて 皆さんの席立たずに 座って待っていたので 国际多家航空公司 都要求空服员 在意外发生时 SOP是要在黄金 90秒之内疏散旅客 这次日航的紧急应变 更被大赞几乎完美 只见客机还在起火时 空服员引导乘客 避开机腹中段 还在起火的舱门 从飞机前后 溜逃生踢逃生 日航表示 从着陆起火 到最后 确认全员疏散 总共只花了18分钟 只不过 即便全员生还 外界更想知道 怎么会发生这种事 日航表示 当下已经获得 塔台指令 准许降落 日本航空公司 警察官员 最终的报告 指示 飞机航空公司 航空公司 没有发现 航空公司 在航空中 而根据 无线电测路通话显示 在日航 516机长通知 塔台会继续前进 至跑道34R时候 塔台就告知 海宝机要沿滑行到C道 等待点 之后日航客机 回报准备降落 塔台人是要海宝机 滑行到C5等待点 接下来就听到 另一架客机通报 跑道上起火了 塔台给的指令 是要滑行等待 而海宝机 却是进入跑道 难道是机长 听错指令 原本预定是在昨天的 日本时间下午的 5点55分才要起飞 不过却在5点47分呢 就已经提前进入跑道了 这一撞让A350客机 机腹前段 直接撞上海宝机的顶部 左引擎起火 前方起落架回损 造价高达93亿的A350 直接在熊熊烈火中烧到断掉 也成为全球首架 报废了A350客机 如今航管记录显示 没有准许海宝机进入跑道 似乎都曝露出海宝机的机长 当下判断失误 现在已取回黑盒子 等待进一步调查 而根据日媒报道 海宝机的机长 总飞行时数达3641个小时 资历有4年11个月 也不是新手 是否因为急于救灾 或误会指令而酿货 只能静待调查 TVBS新闻综合报道 而这一起非常意外的 五名死者 都是海宝机上的成员 专家认为 这是因为日航班机 和海宝机的体型 差距太大 所以海宝机被撞之后 第一时间就爆炸起火 日本航空客机 撞机起火画面震撼全球 当时许多机场旅客 都目睹恐怖瞬间 当时日本航空客机 准备降落 雨天机场C跑道 不料才落地 就撞上海上保安厅飞机 之后日航班机 在起火状态下 继续往前滑行 这时起火的两架飞机位置 已相距一段距离 事实上整个C跑道 现在除了日本航空的 飞机的残骸 还在跑道上以外 我们在跑道上 其实还可以发现 有一大片烧焦的痕迹 而这个痕迹 很有可能就是 海上保安厅的飞机 被撞击到的地点 对比日航客机 全员脱逃 日本海上保安厅飞机 机上六人 五死一重伤 机体残骸 早已面目全非 主要因为两架飞机的大小 真的差很多 日本航空的空巴A3 武林克机光总长就有66公尺 而海上保安厅的 庞巴迪DHC-8 长度只有25.6公尺 被撞后瞬间大爆炸 目前调查指向 海保机机长 没有依照塔台 擅自闯进跑道 这次发生意外的 雨田机场 位在东京湾旁占地1522公顷 共有ABCD四条跑道 现在因为撞击 封闭C跑道 雨田机场 不论面积起降航班 和旅客流量 都是日本第一 甚至登上2023年 全球最安全机场的第四名 雨田机场另外还能近距离观看 飞机起降的观景台 这次却成了民众目睹撞击的地点 不幸中的大幸事 出世的日航客机 在最短时间疏散所有乘客 空服员冷静表现 大获好评 外界因此更加关注机上安全 包含登机时一定会看到的逃生质疑 这次空服员完整展现训练有素的成果 在关键时刻拯救性命 另外机舱材质也是报名重点 日航在这次事故后 报废了一台A350双引擎 广体客机 这款客机航程最远达15000公里 每台造价93亿台币 报道称 出世的班机2021年9月才首飞 等于机灵只有两年多 现在成为全球第一架 报废的空八A350 画面这台就是这次日本海上保安厅 出世的同款庞巴迪DHC-8通用运输机 日本海上保安厅2009年起 引进酒驾主要用在海上救援 这款机型用作民航客机 能搭载50人 原本海上保安厅人员 是为了前往石川县地震灾区救援 却在雨天机场和日航相撞 目前两架飞机的黑盒子 都已经寻货 将进一步厘清事故原因 这些新闻综合报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